习近平他上台之后 把这个放鞭炮 立法说不允许放鞭炮 他上台之后 这个有一年春节不在年假之中 年三十不放假 这真是破天荒头一回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今年的兔年春晚 他敢不敢提除夕这两个字 就是年三十他敢说 春节他敢说 除夕他敢不敢说 因为除夕就叫做除夕 这是我特意去搜了一下 果不其然 说一个同学的传闻 该同学所在公司 涉及春晚的传播 被央视告知 不能使用除夕二字 因为除夕是除夕 和我在那个 就是税务局上班的 舅妈告诉我的是一样的 她就跟我说 因为除夕就是除夕 她怕人家把它给除掉 所以就是年三十就不放假 不过除夕 然后不让大家放鞭炮 不让大家放药吧 谢谢 pour